现在的小A真的是吻者伤心,听者流泪 今天的A股创了一个历史 今天收盘的时候 A股整个有4896家公司下跌 只有388个公司是红盘的 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 上周五有4950多家盘中绿盘 但收盘好了一点点 今天收盘的时候 创造出来了一个新的历史 但是还没有打破历史 就是5000家下跌 要是A股有一天 能够有5000家公司都是下跌 那A股呢 又还会有自己的新的历史 现在大家没有信心 那已经很久都没有见到一根阳线了 那到底A股会不会涨呢 虽然老师这个多头已经被打伏了 但是还是有一个重要的时间窗口 就是本周六 本周六呢 其实是有件大事的 也不知道最近的A股的下跌 是不是跟这个周六这件大事有关 当这个确定下来过之后 A股可能做多的资金 胆子才比较大 接下来呢 我们详细讲一下盘面 重点放在本周六消息面 下周一我们的A股 应该是要有中大阳线反弹了 下个星期一 当这个周末才落定的时候 下周一A股要 绝地大反弹 今天北向资金呢 也是砸盘的 反正你要说背锅侠吧 找到了 43亿 但是外资只跑了43亿 其实股市砸这么深 还是内资跑的比较多 跟内资跑的比较多呢 就是传言啊 也有一种传言 因为你看外资才卖43个亿 那砸这么多 平时以前卖40多个亿 也不至于跌这么多呀 就是传言的这个线心令 大家知道这个线心令啊 出现过之后 那很多业绩好的基金经理也辞职了 业绩不好的基金经理呢 也辞职了 业绩不好的被开除了 业绩好的 他说哎呀 350万年薪是顶高天了 那咱不干了 对吧 因为你要知道能当基金经理的 不是北大的清华的 就是复旦的 要不然你也干不了 比如说像 这个 黄海 对吧 这个黄海这个是 2022年基金经理的冠军 他就是上海财经大学的嘛 就是你 他就这几个学校 那这些 你假如工资给的低了 人家不干了 所以说呢 就这个线心令一出啊 传言那些 好的 就是业绩比较好的基金经理呢 也准备离职了 去搞私募 或者说搞个量化团队 或者是搞油资团队 那就造成了有一些这个金经理的离职 金经理离职呢 下面新上来的金经理要把这个仓位砍掉啊 或者说是做点调仓 那么最近几天呢 就明显有大的波动啊 这个是一方面 就是调仓 大规模的调仓换股 这个应该是 内部造成的 除了这个以外 上周五呢 也有一点点的打压情绪 因为人家就说了 你看这个上周五这个新业银行 对吧 拉升涨停 人家多少是花了两个亿 拉升涨停的 结果呢 还被罚了 对不对 其实新业银行呢 他这个 尾盘拉升涨停啊 应该是为了什么 为了业绩 或者说是 保持他们公司的这个账面上好看 这样的话不影响受信额度 你看福建港口集团 去年6月30号的时候 曾获得新业银行 关联交易额度440亿 其中受信类额度290亿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觉得你这个福建港口集团 知识还不错 我给你这个额度这里 你以后要是缺钱了 可以找我来贷款 但是呢 假如说 他这个资产不错的情况之下 福建港口集团当时持有新业银行 50多亿的筹码 拉一个涨停的话 那不就相当于多出5亿的这个资产吗 这样的话 这个公司不是看着好看一点吗 或者资产多一点 这样的话 不会影响他的受信额度 那这个老板呢 也会觉得 我去年做的真的不错 对吧 咱们搞的这个银行呢 总体还是有利润的 对吧 这个年终奖又有了 但是这个被处罚了呢 也有点打击热情 对吧 这个也有点打击热情 今年新年 刚开始对吧 人就编了个段子 你看 新年快乐 看到没有 新年快乐 呀 本来是跌4天的话 就说新年快乐 然后呢 现在是跌了5天 后面再凑个字呢 就是新年快乐呀 你看 这就是创业板 连跌5天 新年快乐呀 新年这个跌的是比较狠的 瑞银 A股当前存在错误定价 八倍批移投资机会 全球难选 首先呢 这个瑞银呢 自己也做的不咋地 你要说 摩根斯丹利呀 大摩呀 可能还 他们讲话还好 这个瑞银呀 就是 就是那个 快快快倒闭的那个瑞银 他自己炒股做的也不咋地 所以说呢 我们就看看 他说A股当前存在错误的定价 八倍批移投资机会 全球 八倍批移就是八倍的动态市盈率嘛 八倍的动态市盈率 但是A股的韭菜被割完了呀 我们A股当前存在错误定价 这个应该是真的 主要是市场信心 损失殆尽 现在股市的市场信心呀 损失殆尽 你会发现呢 就是 10月份 国祥这个事情出现过之后 浙江国祥出现过这个事情过之后 A股就没涨过 因为不相信公布基金了 这个A股就没像样涨过 所以说可能还要熬一熬 最近有一个公司叫做华夏银行 华夏银行呢 这个是公开创反调 对吧 大家都希望A股这个好 但是华夏银行呢 他怎么创反调呢 就是什么年终奖稳稳投 不投股市 就是华夏银行呢 他搞了一个ATP 然后大家不是快发年终奖了吗 但是这个华夏银行关怀你呀 他怕你拿着年终奖去炒股 他说不要投股市 你要是发年终奖了 然后就投到我这里来 对吧 我这里比如说 这个一天有多少多少利息呀 或者比市场高呀 你投在我这里 要稳稳投吧 你看这个是公开唱反调 对吧 公开唱反调 但是他某种意义上来讲 也是保护你呀 对吧你年终奖稳稳投在我这里 我一天给你多少多少利息 你投股市 万一没有了怎么办呢 对吧 这个是华夏银行 华夏银行APP搞的这个 这个是公开给我们这个大A唱反调呀 然后呢 我们今年发明了很多新词 中正A50只做发布一周 有效引导耐心资本 你看这个名字叫耐心资本 以前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啊 这现在要耐心资本 大家知道炒股本身啊 他就是有风险的 那那人家要是 对吧 这么有耐心的话 那肯定就去买国债去了呀 买国债去了呀 或者说是买一些债券了 之所以炒股呢 没有什么有耐心的 没有几个人有耐心的 对不对 就是你要引导耐心资本 不是 那人家这个炒股的话 你让人家常年不涨 或者是几年不涨 那人家早就跑光了呀 是不是啊 这早就跑光了呀 所以说你这个耐心资本入世 这也是一个心词啊 这也是一个 呃 心词 包括呢 这个耐心资本就讲到什么 多路机构叙事一代 A股增量资金在路上 这个是上海证券报 对吧 上海证券报呢 那也是这个 呃 比较重要的官媒呢 但是 但是对吧 这个A多路机构叙事一代 增量资金在路上 你倒是来呀 对吧 你倒是来呀 对吧 你不要 你不要对吧 你不要说在路上 你在路上走到哪里了呢 是刚出发呢 还是 对吧 这个就像 就像是出门 呃 等女朋友出门 对吧 女朋友说化妆 快化好了 快化好了 好了 过了五分钟 还在化妆 又快化好了 快化好了 又过了半个小时 还在化妆 对吧 你这个在路上 多路资金啊 都在路上嘛 有没有先头部队 能够到达一批 然后解救一下呢 是不是 这总得有一个 这个先头部队 来来解救一下呢 然后呢 有一个央财的教授啊 他讲的很有道理 跟大家分享一下 高融资额 使得APO公司老板 觉得来钱太容易 只想方设法套现 这个是在这个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教授啊 中央财经大学 也是很厉害的啊 他说呢 他说呢 在过去的2023年 二级市场 绝大多数机构都在赔钱 但是一级市场 绝大多数机构都在赚钱 这种现象 说明当前我国资本市场 出现了严重的失衡 而在他看来 我国资本市场 结构出现严重失衡的 原因一方面是基于注册制 改革的推行 另一方面是股市三高问题 仍然存在 近些年来 但是近些年来 资本市场在推行注册制改革 但实践的结果来看 股市供给不断扩大 现实情况之面太多谁太少 三年时间里 上市公司数量从3000多家 增加了5000多家 股市里的资金 撑不住这么多上市公司的资本盘 你看他讲的这句话 是非常有道理的 他说的就是 二级市场上绝大多数都在赔钱 包括公募基金 私募基金 这个养老基金 股民 基敏都在费钱 但是一级市场 看到没有 一级市场绝大多数的机构都在赚钱 他这句话讲的是非常对的 那么为什么一级市场上都赚钱呢 就是这个三高的问题 他三高哪三高呢 就高市盈率 高股价 高融资额 高市盈率导致过度投机 高股价长期严重套劳资金 而高融资额 使得APO公司的老板觉得来钱太容易 没心思抓管理 只是想方设法通过资本市场套现 反而阻断了更多公司走向资本市场之路 股市的三高问题应该引起密切关注 你看他讲的就很有道理的 就是说你这个定价这么高 当然你不定价高的话 那上市公司老板该说 哎呀我这上市了也没赚不了多少钱 我本来这个公司可能只十个亿 你说你上市了能只五十个亿 那老板开心得很 那老板肯定拼命的上市 老板肯定想方设法的上市 对不对 这样能够提高上市公司的积极性 但是呢等到他一旦上市过之后 他就是什么 想方设法套现了 他就没有心思抓管理了 因为来钱太容易了 不要去考验人性 当你有百分之百利润的时候 他可以践踏人间一切法律 不要不要对吧 这个去考验人性 那么就是因为他设的这个方认价太高 然后你进入二级市场之后 全都解放一下 别人都在亏 二级市场上全线在亏 代表比较代表性的就是 比较代表性的就是 我们看到这个 海尔集团抛售中金 不到两年套现 以百亿元 遭到主要股东抛售 一月八号 今天股市的大跌呢 跟中金公司大跌超百分之六有关系 因为今天券商板块大跌嘛 那券商板块为什么大跌呢 就是中金公司的股东又要减持 那海尔集团呢 你在这个未来三个月内 通过大宗交易 占到公司总股本的百分之二 然后呢大概是2.02亿股 2.02亿股 那么他经过的几轮减持过之后 已经合计能够套现100亿 那这个钱都是从二级市场拿走的 就是他这个钱拿走了 基本上不回到二级市场了 而这些钱就是投走了 知道吧 那你想想 我们去看这个什么呢 我们去看这个中金公司的股价 你就会发现 中金公司现在的股价 是他上市以来的最低价 中金公司上市已经三四年了 但是现在的股价 是他上市以来的最低价 那你可能按照你的想法 那都上市以来的最低价 那怎么有人挣钱呢 确实二级市场上没有任何人挣钱 因为他已经到达了上市以来的最低价 但是呢 人家是一级市场的原始股东啊 你不要看现在都已经跌到最低价了 人家还有几十倍的利润垫底呢 人家才不怕减持呢 这个主要原因 你看到的是上市以来的最低价 就是因为他上市的时候定的太高了 但你不定高 上市公司老板没兴趣啊 对吧 上市的 一上市的 领域乐楼门 身价百倍 那上市公司老板才能够 才能够 像这个 像这个 这个猫 猫见到鱼一样 咚咚的往上冲啊 但是呢 这个二级市场就比较苦了 所以说这个教授讲的是特别有道理的 就是我们 我们现在的这个 贺强教授讲的 就是就这个情况 就是一级市场上赚开了 二级市场上溃散了 二级市场上溃散了 这个中金公司 券商的这个 券商中金公司的大跌和减持 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例子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只重视融资市啊 投资端这个就比较那啥了 有个好消息 就是上周无新增APU申报企业 这个是这样的啊 上周就是1月1号到1月7号 无新增申报企业 这个只是上海那边啊 上海那边就是1月1号到7月号 没有公司去上海那边申报 说准备上市 没有说准备上市 可能有些人跑到北交所去了 北交所呢 他一年就能够全部清仓 就能够全部减持啊 然后呢 我这个这两天呢 我要研究一下印度的股市 印度的股市这样的 印度股市呢 他这么多年走得特别强 还真的有一定的道理啊 刚才我们讲到 就是说上海啊 深圳啊 其实他们也有竞争啊 你这边对吧 如果条件开得不好 我就去另外一边 但是呢 这个印度股市能够连涨8年 在美股22年下跌的情况下 印度股市还能涨 他还是有道理的 他是什么呢 他是这样干的 就是你要减持呢 他是分批减持 他不允许你一次性卖光 印度的这个上市公司是有明确规定的 就是你要想卖 第一年可能只能卖你总股本的20% 就是你有1亿股 那你那你就是到了到减进的时候 你可以卖个2000万股 但是不允许你一次性卖光啊 然后到第二年呢 你又可以卖个30%啊 比如再卖个两三千万股 然后到就是从开始到你最后完全清仓了啊 比如说你这个股东完全卖光了 要花五年时间啊 只有五年时间到达了 你才能够完全全部清仓你的股票 我们这就是一把说哈 全部卖光对吧 速度还快 所以他就迫切需求什么 拉升一波 然后趁着高位减持 对不对 那印度就是你最起码要五年 你的股份最起码五年才能卖光 你你这个五年卖光已经是最快速度了 但凡有一年股价涨的少 你不减持的话 那你可能六七年才能够卖光啊 所以说人家印度的股市这一点还是做的比较好的 这个上海上海的没有 我这个只是说上海没有 上海没有不代表北交所没有 不代表深圳没有啊 只是上海没有 但是多少能算是个好消息吧 啊 所以说你看前两天呢 这个我们不服的吧 我那天我就看到这个东西 我就不服 我就说新型市场出中国外一天 哎 你看 这还这个ETF 这不是明显的 这不是非常明显的 对吧 歧视吗 还你你新市场ETF还不行 还把中国外的吧 就加进去啊 怕可能是怕别人误会里面有一些这个指数 但你看人家这个新市场ETF走的真的好强啊 就一直在涨 我们要是加到里面真的突然间后退了 那不是假的突然间后退了 就真的突然间后退了 至于说你这个时候不得不服 还还记得那个北京商报当时讲 北京商报讲这个 今日对A股爱理不理 明天让你高攀不起 但是半年多过之后 还是人家贝莱德讲的对 还是人家贝莱德有先进之名 这个不是高攀不起了 这 咱这是 咱这是已经到尘埃里去了啊 最后讲两句 胡锡进吧 胡锡进呢 今天股市又大跌 我们这些绝大多数散户同病相连 老吴今天新亏了4654元 总福亏突破了6万元 这是他当时上市的时候没有想到的 我切身感受到了中国股市上的小散美的痛苦 相信今天很多人都想开骂 如果老胡带头骂几句难听的 大概会有很多人给我鼓掌 但老胡作为公众人物那样做 真的对股市好吗 所以我选择克制和理性 我支持更多的专家加入推动中国股市转型的探讨 其实呢 你要说加入中国股市转型的探讨 那人家老美都200多年的历史了 对吧 人家这你就跟着学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你还探讨这探讨那 没有这么复杂 对不对 人家有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制度 其实你跟着学就可以了呀 还还需要探讨这探讨那探讨那探讨那探讨这吗 也不需要呀 你就是去学你老美 在你把这把印度的研究一下 不就也行了吗 对吧 你把印度的研究研究 对吧 人家印度也在创新高 印度尼西亚也在创新高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其实探讨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探讨 你就都有现成的案例了 人家成绩好的 你跟着学不就可以了吗 是不是 当然了 这个 反正反正就别的就没什么说的了 这个今天呢 有人大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吴小球主张 中国的资本市场应当成为财富管理的市场 应该从融资市场向投资市场转型 深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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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从明天开始吧 明天呢 是在A股连续 上证指数还好 但是创业板呢 应该是连续五连杀了 创业板这个已经打穿新低 连续五连杀了 你看这 连续五连杀 就能够在跌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还在加速下跌 这个信心已经崩溃到了直线 我们只能讲呢 这个外围呢 可能会扰动 然后在这个星期六啊 就是外面应该就差不多 大事件就定下来了 假如说星期六大事件定下来过之后 下周一A股都不能过 再出一根中大阳线反弹的话 A股就没救了 梁老师这个多头呢 就彻底跪下来了 咱以后就不看涨了 咱以后就看正当了啊 咱们也不会跟你再讲 收阳线了 因为这个去年到今年 多头都被打懵了 我们还是 涨得不是很高的时候 就已经跌了这么久 跌了这么长时间 开涨 结果照样能够给你打幅为止 所以说最后的希望 最后的希望就是本周六 大事件落地 然后下周一A股开涨 最后不要忘记点赞点关注 也可以欢迎验证一下